引測 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新聞大解读我是主持人胡中信 我今天邀请到三位 台北市议员第一位 清明党籍的林国胜业恩 欢迎 胡大哥各位大家好 新党选的 台北市議員国民党籍 钟佩君小姐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恭喜 新当选的台北市議員 民进党籍的吴佩毅小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分成三个段落 第一段 我们就谈民进党 第二段谈国民党 第三段谈所谓的第三势力 请容许我 请看这是我所做的 2020总统大选的预估 那这是我个人意见而已 民进党小英 依照我所得的信息 其实坚决一定要争许连任了 已经开始布局了 或者是党内 是不是有所谓的 民进党版的2.0呢 当然这是一个疑问句 这是一个命题而已 那国民党 马无王珠四大天王 第三势力 这所谓的 也许还有其他 柯文哲市长会参选总统吗 第四 正如陈永昕医师 在我们这个节目所透露的 他希望 他所台派的郭备红先生 来参选 我们就来讨论这四大意义 那我们先集中意 民进党 请看最新的状况 民进党拜选满月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同时也是要角逐 民进党党主席的候选人 游英龙公布最新民调 问起赞不赞同 蔡英文总统处理 国家大事的方式 多达六成的民众不买单 只有24.3%的民众认同 声望探底 创下2016年上任以后的最新低 而请辞之后 被未留的行政院长赖清德 施政满意度也下滑到37.1% 远远低于四成九的不满意度 游英龙不止一次炮口对内 要赖内阁总辞负责 也让竞争党主席的对手卓榮泰 很有意见 抛出疑问 难道为了选主席要自我裂解吗 不要用裂解的角度去理解一个 敢于对权力讲出真心话的人 两要苦可 但是请卓榮泰秘市长 不要去欺解我的意思 主席争霸两个人隔空交火 游英龙再指出 大选后民众对主要政治人物的感情温度 分数越高显见民众越有好感 台北市长柯文哲拔得头筹 拿下65.81度 紧追在后的是 准高雄市长韩国瑜62.12度 准新配市长侯友宜排第三 59.79度 而赖清德53.81度 店后的蔡英文只有42.98度 险见民进党痛失民心 可见一斑 国民党已经走出死亡的幽谷 而民进党正走入死亡的幽谷 民进党遭受空前挫败 就看党魁之争谁出现 重建政党形象挽回民心 我走过死亡的幽谷是来自 旧约圣经的大阅诗篇 其实政治是起起落落了 这个邱吉佑首相说 军人在战场上只能死一次 政治人物能死很多次的 我想在座一定同感 所以也没有什么死亡幽谷 因为政治就如此 政治就那么一回事 我再请教三位来宾前 因为今天的佩军跟佩宜 两位议演是第一次上节目 我当着里面对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再度宣示我这个节目的立场 我们这个节目是绝对不允许任何 政党派系财团个人的手伸进来的 如果他的手伸进来 我一定把他的手指断掉 我再三强调 同时我也公开讲 我们这个节目开播是四个月以来 民事的董事长 郭董事长 这个民事的总监理 王明毅总监理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关切的 或任何的所谓的后座驾驶问题 我也公开讲 我公开坦然讲 换句话说 我这个节目就是让不同党籍的畅所欲言 只要不涉及负面情绪的人身攻击 因为NCC会要我们消音以外 我跟各位保证一定一刀不剪 所以请你们畅所欲言 而且我也不找职业名嘴 我是希望让新进的那些 具有民意基础的县市欲言 能够上节目 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具有代表性 而且应该也给他们来平台 来展现的话语权 其实龙虚有在请教过程中 把今天最新新闻稍微简列一下 请看 这就是近七成民众不支持蔡总统连任 其实是蛮严重的 那李敬益先生 把全国最大党把他延伸了 他说换率最大公约数是讨厌新潮流 这显然内部还是有问题的 好 这是两党其实 一一二五 其实总统立委大选就起手势了 我首先提过 没有错吧 民进党及立委得到所谓的 集体焦虑症 因为依照计算或算计 可能有一半会弃选 弱选 不只弃选 是弱选 包括最近 其实这个帽子是不好的 但是这个保皇派的问题 也让民进党备受困扰 民主运动 好 我就请教郭神站在一个亲民党的立场 你毕竟是两党以外亲民党立场 你怎么看我们先谈专谈民进党 请 我在想 我说实在的 站在一个老百姓的立场 跟党派完全无关 可是我是就事论事 大家都知道 2020总统大选 以目前看来 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热身赛 第二个阶段就是准备赛 再来就是淘汰赛 所以这三个比赛 我看现在是热身赛 热身赛 那国民两党 有意参选的总统 首先 我要让观众朋友看 我是给你来简列 不管国民两党 都是一样 网内复杂 现在就是网内复杂 什么保皇派 什么就叫做民调 第一什么都不支持 这不是网内复杂吗 国民党还是一样 都是网内复杂 那我们先来谈 民进党的小英总统 我认为 他是第一个 台湾的第一任的女总统 也有可能 变成什么 台湾第一位 无法连任的总统 所以这都是创造 整个政坛里面的第一次 那小英有可能 是被自己打败 为什么给自己打败 执政两年半 我形容一事无成 你看看就职演说 人民掌声最大的司法改革 总统改了吗 第二 金融改革 只有一个赵鸿金的张兆顺 你都改不了 你都换不了 你跟我讲说 你金融要改革 真的是改革吗 所以 我任何改革 我的形容 就是 听到听到听到声 没看到 所以 小英这两年半来执政 只重视什么 你的数据 我的数据 这个经济成长力 多漂亮 可是人民无感 人民没有感觉 还有 华丽的言辞 我们一定会保持 这个现状 然后让你过得好生活 真的有吗 还有 文青治国 好像 国民党的 马英九 2.0 所以 这不是我讲的 你们民进党自己都讲 所以 我们再来看 小英 他也有 内忧外患 情有朗 或有虎 这个 我为什么 我看看 我们再来看看 这些民调 这是民进党的民调 只有两个人下去做民调 很简单 赖清德跟蔡英文 大家请看 60比20 这是你们做的 也不是我们做的 我们这些数据 可以来参考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我个人的看法 民调虽然做参考 但是 贤疏太大 就是你小英的危机 所以小英真的是 内忧外患 也是财有朗 后有虎 所以 前面 有新潮流的赖清德 外加 独派的谎话 你这人独派 他的理念 人谎话 你也做不到 另外一个 就是什么 国民党 俯视丹丹 这都是你连任的 堪科之路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形容 总统这些参选人 在民进党里面 请大家看 民进党里面 爆表的闷烧锅 最后什么 一定要爆 爆什么 到底是小英 或赖清德 还有另外一组人 所以我认为 请大家看下去 一定有好戏看 昨天中午有一个餐序 在台北市 其实我是临时受邀了 然后 这餐序并不是 事实上是台北市 新北市 跟高雄市的 市长当选 身边的最核心幕僚 我估计说 他们都是绍兴师爷 我还跟我讲 台面上 也许大家 有一番真足 但在台面下 还是朋友 那我特别 有所感 我跟他们分享说 这次选举很清楚 成败 可以从一句话来看 我特别送给他们 他们觉得蛮有道理 这是禅宗无主 我们知道六主 六主谈经 他的师父叫禅宗无主 他讲一句话 事不可使尽 事使尽 货必至 福不可受尽 受尽 人必输之 也许我这样讲 民进党在座的 无疑人未必会同意 如果那个 那个形式 那个权势到底的话 货币制 还笑来了 如果你的权力 让人家感受到是 巩固权力 那人就可疏远 也许我这样讲 未必是指 民党是所有政党一样 同时因为 昨天有谈到韩国瑜先生 因为我是有跟在座一位 韩国瑜身旁的一位 非常核心的幕僚说 跑马场 还有包括赌场 都不可取 你应该找Google Facebook Apple Amazon 到高雄社总部 跑马场 是香港殖民者为了麻醉 是被殖民者 不要走民族运动 是麻醉之用的 在英国是贵族运动 而且香港跑马场 也没有赚钱 我意思是说 我看到昨天 韩国瑜先生 还在跟沈玉林先生 做综艺秀 让我想起彼得杜拉克 一句话 当选就要停止竞选 他是对总统说的 久享尊名 不享之兆 这幻里 幻里就是勾建越国 他的宅相 他知道 久享尊名 所以后来幻里 不是带着西施 跑到山东 做投租工吗 我是建议国瑜凶 因为你的幕僚也在场 我特别把这句话 久享尊名不享之兆 你看 新北市的 这个侯市长 上搜五 一事公布 都没有事 我知道事前 他跟他核心幕僚 一个一个比对 有没有什么形式 民事记录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经验法则 当然这个 佩玉京来自媒体 也恭喜你当选 当然 也许你谈民进党 是一个站在他者 但是做观察者 请你评论 请 是 这个近代民主国家 我想总统当到一半 现任不连任的例子 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尤其他如果是现任的 那连党提名都没有的话 可以说几乎没有 最近比较广为人知 大概是2016年的时候 那个法国总统欧兰德 那时候民调剩下6% 所以他主动宣布 他不连任 那这个可以是说是法国共和史上的第一个人 那你要说世界上其他先进的国家 想到例子大概已经都是三四十四五十年前了 那更不要说是台湾 过去是没有发生过的 但是刚刚胡大哥也说 我们是站在其他党的立场来观察这个政治现象 最近不断地有风声说 民进党党内有逼宫潮 那时间点甚至也有人说就是过完年之后的三月份 那大家现在各方的势力都已经在搅筑 都在默默在酝酿 刚刚这个林颖元也有提到 我同意他说的这个蔡总统现在的处境 真的是前有狼后有虎 先不要提说他未来有没有办法提名 然后出来跟国民党台面上的人 或是跟柯文哲 不一定这些人出来搅筑 都还先不提到那一关 光是在党内能不能获得提名 出来竞选连任 就恐怕是他现在面对最大最大的难题了 那刚刚说逼宫潮 其实各方都已经有一些征兆可以看得出来 包括刚刚这个游盈龙公布的这份民调 就已经在民事告诉他说 你手上剩下的民意已经只剩下寥寥无几了 几乎只差没有跟他说你要之所进退 另外还有不同的角度也有一样的现象 上个礼拜华游有一个专栏的文章提到 六位这个参议员他们写了一篇文章 然后提到说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选举进行干预 那很多人当时的观察重点是在说 中国大陆不但干涉台湾的选举 而且还想要换掉蔡英文 想要找另外一个在台北有可能的人出来 那姑且不论他有没有在台北 找一个特定的人选出来换掉蔡英文 我倒是从这个专栏里面观察到 一个很有趣的气氛 他们现在开始行诉的味道是说 中国大陆要干涉台湾的选举 那他们想要换掉蔡英文 所以如果想要阻止中国大陆干预台湾的选举 那我们就要挺蔡英文 所以藉由这样子的舆论的行诉 来跟这个逼宫说 我认为他们在隔空相对的抗衡 那刚刚这个林议员有讲 现在最大的问题恐怕 英系跟新潮流在党内里面的角逐 在里面的抗衡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这篇报道 它要让它的可信度更深 这篇社论要让它的可信度更深 它引诱了一个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叫做Russell肖写的 他说中国的大陆社群 确实在影响台湾的选举 听起来是很客观 要增加这个专栏的可信度 可是这个Russell肖的中文叫肖良奇 他其实是台派大佬肖新皇的儿子 所以他引用的这篇 到底是美国对台的学术研究 还是只是独派在美 作为民进党代理 跟华府喊话的工具 值得观察 可是我刚刚讲的这么多的现象 就已经呈现出来 现在民进党党内最关心的 恐怕就是到底要挺蔡 还是要把蔡拉下来 不同的派系正在救这件事情 在角力当中 这是蔡英文现在获得提名 都已经是一个难题了 萧熙王先生 我姑且不会说他是台派大佬 他是中央研究院 社会研究所研究员 当然你要是他台派大佬 我也不反对 请看我的民进党是 我是请问我是疑问句 小英连任 我公开讲 我敢保证 小英的连任的抑制 绝对跟钢 这个奈米钢一样 这不会 绝对是贯涉到底 你看 他的回廊谈话 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那换柱2.0 我想这是一个疑问句 也不一定 未必 我只是提出疑问 但是正如刚刚佩军所说 你看不要说研究员 你看习近平总组议自己都讲了 已经掌握两岸发展主导权 在经改40年 应该谈经历他谈谈台独 然后从头到尾 这个他是one man show 你看 美国把台湾当作印太策略一环 这是美国议员 出于调查 中国干预台湾选举 中国也干预美国的选举 所以你看 为什么美国参众两院 突然提案要求 对台军售 都跟整个形势有关 我向大家报告 其实这个版面 今天做好以后 我也同时传给蔡英文总统 身旁的一个负责语情收集的幕僚说 请你转给蔡总统 请他晚上准时收看 因为他总要知道外面的想法 不要同温层 我公开讲 这个版面 因为这个幕僚回传给我是 感谢两个字 表示收到 是有读有回 所以站在配议重镇同志立场 我也想听听看 我姑且讲 小英大郎 我所得到的绝对可靠 是绝对要争取连任的 也不会退的 但是换柱2.0 也不是民进党说话 是外面的说法 对不对 来 我们导想听听看 也是高票当选来 佩玉小姐您的观点 请 其实我从去年开始 接任民进党 中央党部发言人 开始有机会上 争论节目到现在 每一次 只要是我们自己 民进党的来上节目 当然压力会比较大 愿包袱也比较大 所以不可会员的是说 我们这几年的执政 整个造成的很多民意的不满意 或是民意的跌落 确实是一个现象 我觉得我们作为民进党的议员 我们都要知道说 现在确实是一个民进党真的需要 我说是真的需要彻底反省跟检讨的时刻 我为什么要强调是彻底反省跟检讨 因为我觉得已经不是说 人事上面的搬动 或者是说大家还用过去的那种角度 那种想法 哪一个派系跟哪一个派系的角力 现在哪个派系退哪个派系出来 再用这样子的思考模式下去 这个党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反省跟改造 我想可能因为国民党长起来 相对是比较忍制一点的一个政党 所以曾经有经历过这个换柱的大戏 也把大家吓了一跳 所以有这种会不会有换柱说 还是逼宫说 我觉得这些都是过度的猜测 跟过度的想象 我觉得我们也不必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现在民进党 党内的这样我们正在进行改革的 其实连第一步还没踏出去 因为我们党主席的选举 即将在1月6号的时候来举行 那你今天看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 这个民调 当然啦其实小英总统的 他的执政的这个满意度 在过去这几年一直在跌落 这是一个事实 可是比较值得注意是 因为这个民意基金会的 这个董事长庸英龙也正好是 这一次我们党主席参选的候选人嘛 所以我同意他在记者会上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现在必须要对权力说真话 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派系 或者大家可能普遍认为说 我是比较轻英系的 但是我在对外的发言 我们这个党哪里应该要检讨的地方 我觉得这都是不管你现在在党是哪一个位置 或者是哪个派系的人 大家就是真实的把这些话说出来 譬如说我们的地方党部功能几乎上进了 以前人家说地方党部是用来动员用的 那你现在动员也比不上人家网路动员的人数 或是那样的人性那么多 那你说每天有很多假新闻 中央执政有自己有要检讨的地方 我要说这也不是全部都是因为 假讯息假新闻民众都被混淆的问题 那你说有这么多的假讯息 地方党部有任何澄清的功能吗 我们也在这个选举里面完全的看不到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要出来竞选党主席的 对我们自己党里面的人来说 我们希望这个党的机器组织运作本身 要真的有能力去重新改造 能够去回应这个新的社会 这是对我们党内的人来说 但是老实说我碰到很多年轻的朋友 对于民进党的党主席新认谁要出来 大家也不是真的那么关心 大家真正关切的是说 民进党你作为一个执政党 你到底能不能够把台湾治理的更好 能不能给台湾更好的生活 所以这个党的人事 我觉得反而是其次 党的改造议程 我们希望是不管今天谁要出来 大家都说要对权力说正话 大家都说自己不是保皇党的话 那那个改革的议程在哪里 除了人事是谁以外 我们希望改革具体的内容要出来 那最后我要说的是 民进党大家都说要反省 那反省也有很多种 也有嘴巴说说反省也是一种 那我觉得回过台来看 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 是民进党的最低谷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时候 几乎把所有的年轻的选票 把所有的进步团体的选票 都丢光了 那回头来看民进党 我觉得民进党整个起来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主要的民意基础 一个是这种追求自由民主制度改革的 这些支持者 很多可能是比较中产阶级 那另一部分有很大的 我们的民意基础是来自于台湾 基层社会基层的弱势这些民众 所以我们从本来农民 其实大部分是国民党支持者 就慢慢的开始很多农民 渔民开始成为民进党的支持者 但在这一次里面 我们丢掉了非常多我们基层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一个重点是说 改革除了你自己心中所想的改革议程 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执政 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去照顾到基层的弱势 我觉得这是民进党 接下来改革的这个方向里面 绝对不能去忘掉的 对 绝对不能去忘掉的 好 刚才这个佩爷提到 因为我最近也有跟一群这个 来自高雄的龙渔民有对谈 他说823水灾以后 这些龙产 渔产的损失不得了 但是显然的那时候的高雄市政府 中央政府并没有及时救援 也是这次韩国瑜现象引爆的原因之一 我要强到这一点 请看我这个罗列这个表 这只是我的预估而已 想想看2016年 我是指美国大选 2016年美国大选11月 谁敢预测在当年的1月 川普会当选总统 川普连他在共和党的党内初选的 民调都掉下背 所以政治充满着不确定性 我也不会说谁马上当选 我只提供一个英文叫scenario 一个脚本 让大家来讨论而已 而且我也强调 我只找具有民意代表基础 知道接地气的这些待遇事 来上我节目 这样只能更能呈现 真正的画影权 当然我们来看看 国民党的最新状况 四大天王之争 其实已经开始了 王国的总统 王党的主席 有什么好回忆的 曾呛下在马英九承诺 布选2020总统之前 要如影随行抗议的深蓝团体 蓝天行动联盟 在马英九签书会场外抗议 本来停下脚步要接受媒体采访的马英九 听到抗议声快步步步入会场 场内有中国学生开心表示 清晨四点多就来排队 马英九先生永远最帅 有人拍马屁 也有人借着签名会大声跟马英九成情 被维安人员带离场外 签书签了一个多小时 刚才带头在外抗议的蓝天行动联盟副主席签达 也买了书要进场排队签名 马英九办公室幕僚联盟请他出场 我们请到手的人出去好不好 好 出去 马总统都会出去 我们就等这样 我们就等民主的影响 现场马明也大声附和要抗议人士离开 但马英九保持淡定 一边微笑签名握手一边听他抗议 冲突就此落幕 外传跟马英九结盟的新北市长朱立伦 现任当天将同步宣布成立总统竞选办公室 马英九正面看待 很好啊 我们祝福他 您支持他参选选总统吗 我想愿意参选 能愿意帮国民党服务的 我们都支持 那你愿意帮国民党服务在参选吗 我还要去想一想我们要怎么样来服务 比较能够让国民党在政策方面 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那我都没有意见 我通通没有意见 另一头国民党主席吴敦一一听到朱立伦 连媒体提问都没听完就直说没意见 参加加益线感恩茶会 他提起韩国瑜 还说得谢谢民进党 布局2020 蓝营太阳纷纷出招 要争取最多支持 好 请同学把最新的消息把他罗列 这就是吴家军叙事待发的南天志工团就位 这是吴主席 那这是朱市长虽然明天要交接 但是他开始接地气的要成立办公室 那当然这个吴主席开始透过向产业媒体请议 那当然这里面牵涉到这一次的大选2020 到底立委跟总统大选是绑在一起 还脱钩呢 其实这议题还没有决定 倒是有趣的是 王院长一月要出回忆录 马总统已经出了回忆录了 那王院长说既然两个都出 别歪曲就好 那这是其实这个报纸是基本上是比较清国民党的 但是这个标题让人家蛮压抑的 执政不拿出魄力卸任后放马后炮 这个标题其实是蛮负面的 我先向大家报告 明天晚上8点钟这个时段 我特别邀请两位 应该是最有资格来解析 来检评来点评 这个马英九执政8年回忆录的人士 一位是前总统吴执政 也是前行政院秘书长 前主发会主委的赵首波先生 以及中央日报的资深记者 已经退休的郑培文小姐 他们已经连夜在看 为了上节目 没没没你在读这本书 我希望他们 我觉得他们两个在谈国民党 其实是蛮公允的 我希望他们来 以他们自己的过去的经验 一位是党政的实物 一位是党政的一个观察者 来看马总统的回忆的话 郭成 当然你现在还是第三者了 看这个国民党问题 来 天王之真情 我想国民党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情势一片大好 但是表面上团结 其实我个人的认知是 一团心结 所以台湾文在说好看地没中用 所以用国语讲就是外强中干 到底是不是这样 那大家可以慢慢看 国民党现在有意要争取的可能吴敦义 朱立伦 朱立伦 王金平 马英九 四大天王 好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 吴敦义他是现任的党主席 他偶有提名前 可是2018又打胜仗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否认对他是有利的 可是他的资历完整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确实做得也不错 这会不会对他有加分 那不晓得 另外朱立伦 他是一个明显的首长 有一定的名义基础 那虽然他当党主席的时候有换柱风波 可是现在看起来虽有放柱的情绸 可是看起来似乎好像是化解的那种感觉 那平平将他原来的这些官员外放到各县市 我觉得不极意味浓厚 看起来自己本身也有那种竞选总统的决心 那我们就来谈王金平 16年的立法院长 人脉广阔 还有政坛里面都轰他一个什么 公德北 台湾人的公德北 加上韩国瑜这次在高雄的圣贤 真正幕后操盘是王金平 所以还加上什么 农业县的县市长 他是有一定掌握的实力 所以他这个实力也不能敷裂掉 那我们现在谈马英九 他不管险不险 我在看有人一开始 就刚刚我们看到影片 就有人跟他王国主席 南天行动联盟 好 所以我是觉得八年台北市长 我个人对他比较有意见的 是把台北银行卖掉 金基姆把他卖掉 第二 大忌惮里面 零权力金 还有三中案官司缠身 这对他有一个不利 虽然八年的总统 但是名义只有八九趴 那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点 他的群众的支持力 所以也不能小看 但是我还是要给马前总统一句话 好马不吃回头草 当过八年的总统 有必要再来躺这一趟粉水 或者你要选总统 报官司 这个你也要讲往前策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我们大家来看看民调 来看一下 这是国民党的民调 刚才我们看的是 民进党的民调 大家看朱立伦 三十九点八 王金平还有二十 张善政十五 马英九十三 吴敦义只有七八 我刚才讲了老半天 他有多好多好 可是他只有七八 这个多事啊 可以让我们大家来做参考 说这四大天丸 到底谁好谁坏 虽然是他们出现 是他们国民党的事 可是以后可以让我们做参考 另外我要形容一个 国民党现在的形容 刚才民进党是快爆发的 那个那个那个的钩子 可是我现在形容啊 国民党里面这种 茶府内的风暴 也就是说 内栋内栋 外栋外栋 我跟你说 国民党的传统就是这样 所以到底他们 谁会胜出 我认为经过 茶府里的风暴之后 谁会胜出 那我认为 大家都看下去吧 美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 卸任总统再回来当选的 任何成功历史 从来没有 倒是人类历史上 有一个总统 卸任以后去做总理 又回来当总统 俄罗斯总统普天 他任期25年 可以跟那个第二时代的 沙皇相挺 但毕竟地质不一样 这个上周三 郑佩文小姐 在我们这节目寻容说 这个王金平院长 最像川普 知道生意人手法 其实我满同意的 你看王院长要选总统 如果党内初选 他就逞他就总统候选 如果党内初选败 那要争取他支持的 要不要给他部分区立委第一名 所以他进可而攻退可而守 所以郑佩文小姐说他是川普 我觉得我满有同感的 倒是我讲一个故事 我是讲完以后请佩金小姐 仅供参考而已 礼拜六晚上 连战主席在韩社 旅馆有一个 他林永新小姐的归林宴 主桌 大桌 全部都是绝对是目前 除了李登辉总统以外 所有的党国大佬都在做 其中一个空位 朱宇仁先生最后来了 他来跟连战握个手 握一握就坐在位置上 据在座者跟我说 坐以后 可怕不到三五分钟 就自己就走了 朱市长或朱总统候选人 如果你要选总统 所有的党国大佬在座 千万不要以为 你自己就是雏君 哪怕蒋经国做雏君的时候 都要对党国大佬 毕恭毕敬 你竟然没有对所有的在座者 一一握手就走了 你看 在座人就跟我讲了 我再举个例子 也许我不礼貌了 我要说给这个 佩军 说给朱先生 我是爱身择切 台北县 以前台北县 建上新北市 地方大佬常常做生日 有一个也是党国大佬 国民党籍的 每次去 一坐一定要一到两小时 他也跟我讲 朱市长来的时候 也是来跟当事人握一下 坐不到三五分钟就走了 朱市长 选总统可不能 只跟主人握一下 你再怎么做 你看那个宋主席 虽然他选总统都落败了 但宋主席参加人家生日 也一定从头做到尾 我仅供参考 我是爱身择切 如果要选总统 可要把你的性格改变 也许这个话 对国民党未尽公平 对朱公平 我并不是要拱随 我只是说 我特别提醒到 这个朱市长 要小心谨慎 你的一言一行 你看 礼拜六四 我都知道了 我都听到了 我的天线够高 佩军听你们 听你们加入四个太阳之争 会怎么样 不过我相信 不管是站在 这个党内从政统治的立场 或是站在民众的立场 看到多一点的人选 有意愿出来竞争 总是好事 这样代表选民 有更多的选项 可以来挑选 但是唯独 现在比较有讨论空间 大概是这个 人选产生的方式 就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当然我不是朱市长 我也不是他的幕僚 我不清楚 那个晚宴当时 发生详细的状况 那我尽量从 一般通俗的角度来理解 可能那天好日子 长次很多 还要继续赶场也不一定 那这些当然小事情 看在特别有意 有心的人眼中 大概有不一样的解读空间 这个大概我们可以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但是延续从上一题到这一题 会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不断的反复的说 唯有蔡英文 可以还马英九公道 她在执政的八年期间 确实受了很多不平之冤 我们都知道 包括到最后执政这几年 死亡之后这件事情 非常不科学 非常不理性 但是不断不断的 在有心人 还有特别的媒体操作之下 变成一个好像对她 我觉得是非常不厚道的伤害 那当然这几年 大家已经一笑置之 不会再有人当一回事了 可是在最后执政那几年 确实好像碰到这个话题 就变成是一种 不能无法解释 好好解释的一种杀伤力 我认为对她是非常不公平的 当然过去这几年 蔡政府执政失利 执政不当 那也让人家想起来 其实马政府时期 确实还有一些 做得不错的地方 跟两个政府一比较之后高下立盘 那当然现在用大选来验证 我刚刚讲的这一番话 只是说现在在讨论 吴主席要不要出来代表参选 这件事情上 党内当然现在还在各种 势力的稍长之下 那有很多民调数字提出来 包括刚刚这个节目当中 引用美丽岛电子报 那我们不妨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他是说不适合 最不适合的名次 他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民调是比较 相对来讲是比较偏绿的 那所谓最不适合 会不会是民进党最不想迎战 最不想碰上的对手呢 所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去看这份民调 我觉得这个角度来思考 也还蛮有意思 但是对所有我们现在新生代出来 出来参政的人 最迫切心中的想法 应该是刚刚林议员讲的 我也不否认 过去国民党最为人诟病的 就是外斗外行内斗内行这件事情 但是我相信在越来越多年轻的人 当选党内的公职之后 这个风气可以慢慢地改变 别的我不敢说 在我们这个选区 在台北市被称为死亡之区 就是竞争非常激烈 总共25个人只竞选13个人 但是我非常骄傲地跟大家说 在我们这一次的选举过程当中 我们三个七年级生 从来没有说过对方彼此的一句坏话 不管是文轩或是这个 台面上面的发言 从来没有攻击过对方 那过去大家很多人提醒我们说 最后选举一两周 特别很激烈的地方 可能会有黑函什么 这一次选举也完全没有看到 所以我相信新世代的政治人物 不断地出来的时候 老的政党也有不断革新的可能 那我认为这就是七年级生 代表国民党出来参选公职 然后当选之后的另外一层意义 当然对我们来讲 很多人形容民意如流水 我倒是最近听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 叫做民意其实如病毒 他一直在找宿主 也就是说他如果找到一个 他满意的对象 民意吸附在他身上 可是当这个宿主没有足够的养分 让这个病毒继续生长下去的时候 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去找下一个宿主 听起来有点恐怖 可是你仔细一想 确实如此 现在民意在哪一个政党上 可是如果做得不好 养分不够的时候 民意的流转流失是完全不留情 完全不需要时间的 这一点是国民党在赢得 2018大选之后 我们要非常戒胜惶恐 如履薄冰的一件事 民意如龙卷锋 可以把政治的能物高高举取 也可以重重摔下 我向吴主席预告 这个礼拜你们的中常会 有你们的中生代要举行 拱诸反吴的提议 你自己赔得卡 你看你怎么处理 因为我想你也得到消息 只是说这个礼拜的 国民党中常会会非常热闹 当然民意很难想象 有谁会认为侯友宜比苏文昌赢30万票 那是总统级的差距 总统大选差距 有谁认为韩国瑜会比 陈其迈多15万票 所以民调有时候未必那么精准 就像两年前的美国大选 一路上希拉瓦都赢川普 但是我们忽略了 这些民意机构都是所谓的 美东的这些精英 反而忽略了所谓的老白男 所以各种民调还是仅供参考 那佩宜你怎么看 还是来势汹汹的 不管师大天王出来 毕竟蔡总统如果他连任的话 最大的敌手 当然还是国民党 你怎么看 我同意刚刚佩君讲的 我们说民意如流水 确实 所以民进党你说 在这一次的 我们整个败选之后 大家的检讨 2014年时候民进党获得了 这个县市首长 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然后加上2016年总统的胜选 好像让民进党的很多人 变得比较松懈 甚至开始可能有一点得意 然后导致于说 整个执政变得敏锐度没有那么高 那之后在今年的选举里面 民众给我们一个教训 所以如果我知道很多人 就是以说 现在马英九的前总统 好像出来 签书会开始有粉丝了 那从以前的民意跌到9% 那现在好像整个回涨 来想要说明 或者说就认为说 在这一次国民党的 在县市首长里面的胜选 就代表了民意重新的支持 国民党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国民党的 里面的人可能要有一点担心了 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 民进党以为 民意现在回来支持我们了 所以开始松懈 但是我们其实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 台湾现在有更多的 我们所谓这种自主性的选民 就不是过去那种铁蓝或是铁绿 所以他在告诉我们是说 每一个候选人或是要出来当首长的人 你要去能够去抓住这个民意 你要能够去回应这个民意 所以我看到那个孙大千委员 他自己说的 就是说现在国民党重新在提出 马无诸王谁可能是下一个总统的人选 你知道我刚开始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会感觉好像有点就轮回了 因为这几个人选好像跟2016年 我们在讨论国民党可能的总统候选人选 几乎是同一组人马 除了就是这个红秀柱 现在变成了马前总统 又再次回国 回到这个名单里面 其实是同一组人马的 所以你说孙大千他说 如果国民党的这些 他说老天王们就是还继续喊着过时的口号 还继续摆着这个老派的身段的话 那是不是能够重新隐回民心 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 这可能是国民党要重新去思考 但是对民党来说我们当然希望 如果说接下来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的威胁性或挑战性没有那么强的话 我们当然是压力没有那么大 但是其实我觉得对整个社会来讲 我们新生代会看到的是 希望看到的是不管哪一个政党提出来的总统候选人 我们希望感觉到 台湾是有在前进 郑佩文小姐就在上周说 目前国民党的四大天王 在1972年就已经参政了 1972年那可是几乎快50年前了 已经不是终身代了 已经是这个 我用比较好的电话是所谓的战后婴儿潮 让大家看这一副 习近平非常笃定的在他的 他谈改革开放事实 因为谈经济议题 但他却说 已掌握两岸主导权 我特别要把这一句话送给我们各党的总统候选人 不管你是代表哪个 政党或哪个力量 这是我们知道康熙最后把郑之龙 郑成功跟郑克爽他们的骇骨 葬在他们南安 那他说郑成功并不是我的叛将 郑成功是移民 明代的移民 移留的移 所以他写这首诗 市政多二心 两岛屯师 赶向东南征半壁 诸王无寸土 一语抗志 方知海外有雇中 你可以说他是统战 也是对郑成功的历史定位 他说我们清朝满座人入关 大家都已经恶心了 只有郑成功在澎湖 台湾两岛屯师 赶向东南征半壁 诸王无寸土 其他人都投降了 只有在台湾有一个圣人功 赶在那边一语抗志 我才知道海外有雇中 你可以说他统战 也是他历史定位 我希望我们的任何竞选 台湾的国家领导者 圣神功有不同的历史解读 但是这一点 他跟清廷是绝对是 一语抗志 绝对是 赶向东南征半壁 当然第三位 就是柯文哲市长 我把他定位 请看这个 他的定位就是 柯文哲参选总统 当然今天有一个新闻 其实我也蛮要 坦白讲我看蛮讶异的 这个都发局长 林周明局长 他才要离开这个 柯团队 因为林周明团队 如果我是旁观者的话 他绝对是 台北市政府的 一流的 有绩效的 而且处理都根 那个大龙社区的 这常务文官 政务官 还是政务文官 连他都走了 我觉得柯市长 你可要小心 你上一届已经换了 二十几个政务官 应该二十五个 如果连林周明 都阿波浪港了 那可是你的领导危机 那更何况说 如果你要竞选大位的话 现在不是只有空军 陆军 组织战 所以请三位好不好 虽然我知道你是 听说你是有科六星级议员 听说了 但是你们三位 就是论事好不好 柯文哲在未来 我们不谈话市政 在未来竞逐总统位置上 三位所评论请 我在想有可能参选的 可能是白色力量的柯文哲 还有无党籍的张善政 独派的郭倍宏董事长 这都是有可能 我们也不能把他排除 在外说两大党赢钱包 也不可能 那我们再来参考一下 2020总统的三强鼎立的民调 这是做个参考 大家所有来宾都已经讲说 民意如如谁 民调也参考而已 还是柯文哲 柯文哲还是百分之三十四点三 那朱立伦有二十九点五 赖清德还是二十八点二 这是做出来领先的撒卡都 那怎么结局 不晓得 我个人的看法 柯文哲他是进口公退口手 目前台湾会说一下 骑官山看会稍等 让你们讨论每年六个月 他再来决定 那到底他会不会决定写 那我不晓得 可是我在看 他是有所准备的 另外柯文哲 什么叫做有所准备 有所准备 有数三秒前过 有司马赵自新 所以柯文哲最大的优势 他是超越难力 中间选民 那到底他很简单 现在两岸一家亲 在台北市选战 他是打破的 是消毒的 另外 我形容他 不甩国民党九二共识 不理民进党的台独意识 所以到底柯文哲 选不选 会不会影响2020的总统选举 我认为会 会 他险不险 都会影响这整个险期 其实有两个大诸侯 北有柯文哲 南有韩国瑜 以他们的 不只是政党 以他们在空战 我们所谓空战 当然会影响大选 我们请这个佩军跟佩玉 因为你们两位 明天就职以后 你们的对手 因为你们毕竟 你们都不是白色的力量最好了 也许跟他敬和 也许有时要和 有时要战 来 怎么看 我们不谈他市政 看他未来 他会敬逐总统吗 专就这个论述 请两位发表意见 佩军 我觉得现在大概 用柯友友或柯黑去分的话 大概自己议员的承受压力 会比较深一点 现在大概还是 就事论事比较能受到民众的 就是接受度会比较高一点 但是我认为柯市长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常常说的话 看似不小心失言 但是感觉是经过精算之后发生的 刚刚林中平局长这件事情 我想他心中一定非常错愕 因为19号我在这个双城论坛的 欢迎晚宴 还有遇到林局长 当时他跟我说这个 因为过去采访的关系 我们本来就认识 他在晚宴的时候跟我说 未来四年也要多多指教照顾 所以我心里想的那个当下 他绝对是没有想到几天之后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大巨蛋刚好就在我的选区 跟新义区的交界处 所以我几乎每天都会经过 那我最近看着他这个进度飞快 一个窗片 窗片一直盖上去 进度飞快的往前推进的时候 就会想那过去四年 我们究竟在等待什么 究竟过去四年我们又得到什么 所以柯文哲 不管是在市政议题上 或是在两岸的态度上 我认为他常常话说的太快 会让很多人没有安全感 那最近很多讨论就说 他可能要开一个微博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 现在的政治人物 透过比如说脸书 Twitter这些工具 去扩展自己的粉丝群 关注度都不会那么高 因为大家觉得很稀松平常 那柯文哲这个微博要开不开 居然就引起很大的讨论 我认为就是跟他的 这个两岸关系上面 常常用字 貌似不小心失言 但实则经过精算之后的言论 有很大的关系 特别是他在知道 应该要谨慎的两岸用字上面 常常不小心踩到那条红线 又或者是有意踩到 会让很多人没有安全感 那就算他要竞逐总统的大位 他的这个行事作风 还有他的这个发言的风格 我想也会让很多人 对他没有信心 那我最想要问的就是 过去他2014年的时候讲的 推倒蓝绿的高墙 是他从政的初衷 四年之后我想要问他的是 推倒蓝绿高墙 究竟是他的理想 还是他的掩护 好 问了好 很好记者 这次士林大同区 台北市的立委福显 你看这个陈思宇一定要参选 不仅表示 白绿合作破局 我看正如媒体所披露的 他要知道这个所谓的器官移植 那个书的头号张罕是谁 以恨未消 这点恐怕最后会让国民党惹起 当然这是我纯粹揣测而已 我们当然不从科幻或科幻的意义不大 我要请教佩毅小姐 你进了市议会以后 你前面这个市长也有可能要参与总统 你会怎么咨询他 假设 请教你 你怎么看 我之前因为有一次的那个专访 我就是说 假设每一个议员只要有批评市政或批评科文 则就叫做科黑的话 那我也是科黑 这样子就媒体下一个标 然后说乌佩毅也是科黑 网路被灌爆了 整个被科粉洗版大洗版 但是我讲的是 我觉得是任何一个议员标准 应该都是一样的啦 你不可能说 今天因为你是科粉或有科 你就市政全部通通放水 你这样不是一个好的民意代表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基本上 是不用再讨论 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 要讨论说 科文哲会不会是 接下来的这个总统的 候选人的人选 我就讨论几个嘛 第一个是我们在讨论的是说 是输赢的可能性 还是讨论的是说 那科文哲他适不适合出来 参选总统 这几个面向 那我觉得输赢 其实现在讨论 任何人选都是太早 但是是不是适当 我觉得从几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是说 即便在这一次 这个市长的竞选过程当中 对科文哲有非常多的质疑 包括最早的 他的医用人团队 向来是不稳定的 就是很多的人士 不知道各种的原因 私人因素也好 就在这个执政的过程当中 团队非常不稳定 离开的人非常多 或者说包括大家 对他在两岸立场 两岸价值上面的有所质疑 但是这些 其实都不影响到 他最后在台北市 一样是获得一定的民意基础 当然最后的这个输掉 小胜三千多票 其实不是原先预期的 那样子的大胜 所以这些质疑固然有 但是代表有些人 其实是能够接受 那我的观察是说 发现说 其实很多的这种 科文哲支持者 他不一定是全盘的认同 或支持科文哲 但是他们对于旧政治 目前而言的旧政治是感到 不喜欢或不耐的 所以 科文哲变成他的一个出口 但是你看科文哲 当他想要竞选总统的时候 有这个异象的时候 当他开始会派人出来选立委的时候 包括他现在 是否接下来用人 人事里面 很多是不是在为 在接下来的2020的立委人选在做准备 就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当他开始不是那一个 可以不管蓝绿 超越蓝绿 然后全部都是自己 一个人可以决定的政治 新的这种政治作风的时候的科文哲 是不是还是现在的 所谓的科粉所支持的科文哲 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 会发生这样子的变化 比方说 他现在是不是有在用市政 帮陈思宇助选 前几天 就以市长的名义跟官传局长 开了一个直播 马上当然帮陈思宇 冲了很多观看数 那这样子的科文哲 是他过去所说的 跟蓝绿不同 不是政客的这样子的 新政治形态的科文哲 我觉得这是接下来关注的重点 非常好 我也赞成要行政总理 以市长身份 替陈思宇个人助选的话 我认为不妥当 我也这样说 每次科文哲市长 遇到我一定叫神拜 神拜是他们医学院 其实我是文学院 我比科文哲大 大六岁 他到我前百 因为他的博士认为的指导教授 是刚好跟我是同学 他医学院 我文学院 科市长 请容许我用这个新闻 做决认好吗 林周明先生离职 科市长 千万 台湾说不妥当金 你身边的幕僚讲一讲以后让他走路了 就像韩国瑜市长你还没有就职 你的就职眼说昨天报纸电视都登出来 表示你控管有问题 表示你的核心幕僚 事与事成 事与密成 与与谢拜 事情要秘密才能成 事与事成 与与谢拜就泄露出来了 你们两位我公开讲 因为我跟你们核心幕僚谈过了 都贏抗讯 自己要主观叛当 我就用这个例子做结束 这是刚刚被川普总统开格 开除的联邦调查局前局长 叫做Komey 他最近出书了 他那本书说叫做有一种更高的忠诚向谁效忠 他还说不是总统了 是国家利益 全民福祉 讲得真好 这个书名讲得真好 就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忠诚 以及这种忠诚的考验 那就是国家利益 人民福祉 还有包括这种自由民主 人权的核心价值 我很期许 目前有四组市长扶上台面 能不能以这句话 你们要讲国家利益 人民福祉 一种天赋人权 核心价值 效忠 而不是自己的利益而已 三位都非常精彩 我很诚心希望 你们都是我这个节目的固定来宾 我忠诚的希望 我要让那些新当选的现世议员年轻人 给他们的舞台 因为他们还是真正接地气 而且能忠实反映我们基层的声音 谢谢三位 谢谢 谢谢